哈啰,大家好,我是起聪,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新闻,带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新闻 最近呢,马来西亚国内呢,有出现一个风波,现在还在热热,还没有冷下来的 就是呢,据说呢,在某一间中学呢,有一个马来老师 然后他就欺骗他的一个印度学生 就告诉他说,哎,你要改姓啊,伊斯兰教啊,你比较容易了加入国家队之类的 然后这个印度小男生呢,就真的是傻傻的进了这个其他人的宗教了 然后之后这件事情呢,就东窗事发,然后闹出很大事情来 这个老师肯定会受到对付了 OK,然后今天呢,这个新闻呢,就是呢,有一个国家队的足球教练也是一个印度人吧 他就向媒体喊了一句话说呢 他说,其实呢,类似的事件呢,他们在国家足球队里面也经常听到 他们也经常听到呢,就是呢,那些非马来人的足球员呢 比较难被提拔,然后进去这个国家队里面 OK啦,他讲的只是一个现在的一个现象啦 其实这个现象我相信是很多人已经知道很久了 不过是这种东西不方便讲出口罢了 OK,其实呢,大家不知道还记得不记得呢 大概在七年前,2016年的时候 马来西亚曾经出了一个国产电影啊,是非常出名的 叫做欧拉波拉的 里面的故事呢,就是讲述着呢 以前呢,这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呢 马来西亚的足球队是史上最强盛的时候呢 一度曾经有打去欧林贝克比赛 然后那时候的足球队的故事就是以那个年代为背景 而我们那时候的国家足球队呢 是很三大民族的,多姿多才的 那时候呢,那个队长呢,是一个华人 好像叫做苏敬安的 然后那时候呢,我们的守门员呢,是印度人 然后那时候呢,里面呢 听说是西克人,马来人,什么人都有啊 整个十个人的这个球队呢 真的是三大民族都有啊 他没有分啊,全部只是中一边中足罢了啊 那个已经是整四十年前的事情了 ok,所以这个欧拉伯拉呢 这个电影主要就是还原了 我们四十年前,我们马来西亚的足球的国家队是什么样子的 但是现在已经相差很远了啦 现在马来西亚的国家队可以说是清一色 全部都是什么来人啊 ok,好 现在呢,我们就来谈一下这个东西啦 我要特别强调就是呢 欧拉伯拉里面呢 这个电影里面呢,有一句台词呢 很令人感动啊 我到现在我都是很记得这句话 里面就有一幕啊 就是这个队长呢 他在戏里面呢 他的名字叫陶阶 然后他就跟他的那个一个 我忘记掉是一个马来队友还是华人队友 还是印度人队友啦 总之肯定是异族的队友 他跟他讲那个鬼老教练的坏话 因为那时候那个教练是从英国来的鬼老 他就跟这个队友讲这个鬼老教练的坏话 然后他讲了一句就是说呢 他讲这个英国这个鬼老呢 跟我们不一样了 他是吃牛扒长大的 我们是吃拿西勒马长大的 OK 他讲鬼老话话那一部分 我就不想讲了 我说感动我儿这句话 就是说呢 我们马来西亚三大民族啊 都是吃拿西勒马长大的 不管你是华人 买人 印度人 我们的确是吃拿西勒马长大的 我们跟中国的那些华人有一点不一样 就是他们没有吃拿西勒马 我们是吃拿西勒马的 OK 所以我说呢 其实总有一天呢 在马来西亚呢 食物也是可以团结三大民族的 拿西勒马就是我们三大民族一起吃着长大的 OK 我讲演了 我再讲演了 这个欧拉波拉这个电影呢 主要呢 就是要唤醒大家对40年前的三大民族啊 和谐公厨的那个年代 那那个画面啊 当然现在已经相续很远了啦 OK 好 so我现在讲回来这个东西啦 其实这个足球队的这一个现象呢 堪称是呢 整个马来西亚现在的缩影 大家都知道 这个现在这个马来西亚已经呢 这么多年来被这个种族政策摧残到啊 不像人样了 OK 当然这都是前朝政府留下来了60年的苏州史啦 非常难清 我告诉你这个苏州史 这个苏州史呢 是一个社会超级大工程来的 我觉得起码要二三十年了才可以纠正回来 非常难纠正啊 OK 好 我现在讲一些比较核心的东西啦 就是呢 OK 我们现在就以这个足球队 它可以说是全国的缩影 足球队只是其中一个平台 但是马来西亚呢 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平台 最经典拿来议论的平台就是政府大学的学额 热门科系的学额 然后呢 在比较没有这样热门的也是相当热门的议论的平台 就是各种各样的那种经济孤打之类的 讲到孤打大家就很有画面感了 OK 就是这些东西呢 就跟现在这个足球队的情况一样 结果到最后呢 就演变成全部都是马来人 然后看不到非马来人的踪迹 到最后都会变成这样 每次针对这种课题的时候 我先说我们华人的视角 我们华人的视角都是非常的负面的 当然我不否认 华人会认为自己是被欺负的那一方 被不公平对待的那一方 所以会充满了负能量 但是呢 的确不公平是一个事实 被亏待也是一个事实 但是呢 要不要有负能量 那个是自己的选择 OK 通常华人可以处理的方式就是不断的抱怨 在抱怨也是对的 但是呢 抱怨之一呢就可能会参杂了一些呢 更加负面的想法下来 OK 我比如说我直接指名道姓点名说 华人呢 很喜欢呢 会有一种先入为主的想法 就是认为可能 有主 在基因上不如我们 不如我们聪明 不如我们厉害 如果了 这个东西真的是开放公平的话了 全部都是华人的 我必须强调啊 我讲这句话是非常负面的想法 OK 就是啊 每天都在设想一个东西 就是如果这个东西是开放公平的话 全部东西都是华人的 足球队10个10个全部是华人 大学100%都是华人 这个想法已经是很负面了 而且未必是事实 我告诉你啊 OK 我很不屑的一种说法 就是呢 华人在基因上超越其他种族 这是我很不屑的说法 我告诉你啊 上帝造人是很公平的 就造人的结构上来说是很公平的 没有说什么种族基因 好过其他种族的 纯粹是文化的问题 华人跟马来人之间呢 我觉得不是基因的问题 是文化的问题 讲说文化问题 你如果普遍认为呢 华人的小孩会比较优秀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一个东西 就是呢 华人呢 通常孩子生到比较少 而且是中智不中量 而且华人的父母呢 会花在培养 这个孩子身上 所付出的心血 也比较多 给孩子上补习班 上才艺班 学这个学那个 华人的孩子很多是被一路扶到上社会的 但是你去看一下有族的孩子 有族的孩子很多是天生天养的 他们父母太多孩子了 没有办法兼顾所有孩子 很多是天生天养啊 绝对没有像华人这样啊 精心的慢慢的栽培 绝对没有这样的事情 所以你会看到很多那种文字脚车 骂脸皮之类的事情发生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文化的差异 并不是说基因生下来就不优秀 这纯粹是一个文化上的差异 如果啦 我一路来 我相信的一点就是啦 如果是一个有族的孩子 他从小到大都寄养在一个华人家庭的话呢 他可以变得跟其他华人小孩一模一样了 我老实跟你讲 那与此同时呢 如果是一个华人的孩子 他从小到大都寄养在一个有族的家庭 他也跟有族孩子一模一样了 你相信吗 如果你做这一个实验 你就可以证明了 这完全不是基因的问题 这是文化的问题 所以我这里呢 我想纠正大家一个想法 就是呢 这一个不是基因的问题 所以不要讲到偏一偏去 这纯粹是文化的问题 OK 我讲完华人的视角了 我现在再讲回了有族的视角 有族的视角其实就比较简单粗暴一点 既简单又粗暴了 就是我是这片土地的主人 我有优先权 有问题吗 没有问题吧 OK 讲完了 讲完了 就是我 就是我讲的 简单又粗暴了 OK 然后呢 再加上还有另外一层就是呢 有族呢 是比较敏感 然后呢 比较恐惧 他们所拥有的一切 有一天会被外族拿掉 这一层恐惧呢 就会让到他们呢 披上很多层的那个铠甲 就是变成有一点悲害妄想争取了 就是生怕自己会被其他种族欺负 所以就穿上很多层很厚的铠甲 把自己武装到像刺猬这样 这也是一个问题啦 OK 好 我现在讲一些比较实际的东西啦 就是呢 对 面对这种啊 竞争的平台 足球推也好 大学也好 什么东西都好 经济领域也好 面对这种竞争的平台 要怎样纠正过来 是很难纠正 因为种族政策摆在那边 你不是一天两天可以翻过来的 但是呢 要记得我刚才说的那句话 其实我相信 种族之间并不是基因的差异 而是文化的差异 只要这个文化可以纠正过来 就可以了 OK 我刚才说的 华人普遍认为 有族的孩子不如我们的孩子 有秀 OK 其实呢 这也是一个错觉的 我告诉你啦 专家已经有做过研究的了 这个人才出现的几率啊 纯粹啊 是一个数学上的几率问题来的 怎样说呢 只要啊 你一个群体啊 数量是够多的话 它可以出现的天才的比例呢 也会比较多 人数也会比较多 啊 我比如说 中国有13亿人口 啊 你马来西亚只有3000万人口 这样我问你 中国可以出的人才会比较多 还是马来西亚可以出的人才比较多 你想都不用想 你就会讲中国了 这是基因的问题吗 不是基因的问题 它13亿人口啊 当然出现的人才一定比你3000万人 马来西亚多嘛 啊 所以呢 这个完全是数字上的几率的问题 并不是基因的问题 明白吗 啊 其实如果我们按照这个思路去想的话 马来人的人数是我们华人的三倍 照理由来说呢 马来人呢 可以出现呢 人才的比例也是我们三倍才对 但是 我们看不到这一点 是因为这个文化的差异 其实我告诉你 要解决这个方法呢 有一个方法 但是执行上呢 可能有点困难 这个方法的核心概念就叫做 海选 什么叫海选 你平时看到啊 报纸上有说 现在某公司呢 要征聘人才 海选 就是说 开放一个公开的应征 全世界啊 他认为自己有能力的人都来 就叫海选 然后啊 那公司呢 就会来选选选选 选最好的那个出来 这就叫海选 其实 海选 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我都说了 我们的有足呢 是我们人数的三倍 如果你可以进行一个呢 有效率的海选的话 在全国的有足孩子里面 找出人才精英的话 真正的选出来啊 不要选那些官二代 选那种真正的精英 然后细形的栽培的话 他人数啊 真的有可能会超越你华人的精英啊 你不要 以为这个东西是不可能 这个东西真的是可能 我刚才已经说了 一个群体出现的人才的人数呢 完全是积虑的问题 不是积营的问题 所以呢 可能啊 或许有一天啊 我可以预见的有一天啊 是这样啊 不论是任何竞争的平台 大学也好 商业也好 运动也好 足球也好 如果可以观测这个海选的方法的话呢 你真的是可以海选出来 有足的孩子 是真正的比华人还要优秀的啊 这一个方法呢 好过你拔苗助长 好过呢 一些其实并不是足够优秀的 但是你硬硬要拿它上来 啊 我在这里呢 我要强调 我不质疑有足孩子的数字问题 啊 但是我认为可以通过海选的方式呢 可以真正选出来 有足真正最优秀的经营人才 用海选的方式 可以最终解决这个问题 啊 好 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 拜拜